大家好,这里是苏雅浩批评书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大名鼎鼎的诺贝尔奖的各项奖励的颁发的时间 可能对很多同学来讲都不是一个热点 但是对于我来讲的确是一个热点 因为我好歹也是一个所谓的读书人 我的专业我在30多岁之前都是个文学青年 所以我的专业学的就是中文 搞得十几岁开始写诗歌 一直认为自己的诗歌都写得不可方物 完了以后自己就很关注诺贝尔文学奖 后来30多岁以后就开始转型了 一个知识结构的一个大调整 然后用了大概70年时间 到40多岁的时候我就基本上已经是变了 就变成了一个经济学的专业视角了 所以我又开始关注经济学的诺奖 所以我想说这个话题 更多的是一个自我的感慨 或者是自我的一个疏离 但同时也应和一下不算热点 估计看的人不多没关系 咱扯一些闲票 为什么要说这个话题 是因为今年的物理学奖已经颁发了 知道吗 完了以后颁给了什么几个人 几个世界顶级的物理学家 他们研究了什么东西 研究了气候变暖 或者叫气候变化 说找到了一个复杂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分析模型 这个话说的就是有头有脸的 看上去挺靠谱 我仔细的看了一下颁奖词 说实话我也不懂 是吧 我只能从常识层面去说 因为我跟物理学是八根子打不着 但是我看很多人在那里就骂开了 骂今天的所谓的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人 搞什么气候变暖的 这些个人骂的人 他跟我一样也不懂 但是他就凭着一种直觉 所以我在我的节目里面经常讲 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你要养成你的一种直觉的判断 这个东西比你读多少速度强 如果你对这个话还不太了解的话 还不太了解的话 其实有一个词可以部分的替代 就是什么呢 就是你一个人你在学习的过程中 首先要学习的并不是你的专业 而是你的通识能力 所以在美国有这么一种教育方式 叫通识教育 后来我在中国 我在一些大学去讲课 我也是这么讲的 我跟那些本科生讲 我是人生最重要的学习阶段 就是本科 而不是硕士和博士 尤其不是博士 因为博士是专业教育 而本科生是通识教育 所以你在本科的时候 你一定要把通识教育这个东西 你要把它搞清楚了 要养成一个比较好的 一个所谓的价值谱系 换句话说 用我现在的发言 就是要养成你关于这个世界 关于你自己 关于这个纷繁复杂的人类现象的 一个直觉的判断 你通常人类社会 一个人生活的这一辈子 有99%的事情 靠的是你的直觉判断 而不是靠的你的知识的分析能力 我们批评这个物理学奖 讲给这个所谓的全球变暖 这个这么一个所谓的学问 我们是靠的直觉判断力 觉得这个诺贝尔奖 就完全就已经被深层政府控制了 已经变得完全的匪夷 是完全的臭不咬脸 完全的这个叫做什么呢 叫做无知无畏 是吧 无耻 真的是 我经常说这句话 人心有五大特点 是吧 五大特点 叫做二有三无 第一有是有罪 第二有是有限 这是人的两大特点 两有 三无就是无知无逆 无耻 我告诉你 今天的这个诺贝尔奖委员会 就处在这么一个二有三无的状态 有先有罪 无知无逆无耻 那我们过去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知道诺贝尔奖金里面 诺贝尔奖里面有几个奖啊 是很妖我子的 早就已经南城大街了啊 第一个是文学奖啊 也已经不行了 我搞文学的时候 我写诗 我假不假设是一个文学青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 有很多诺贝尔的文学奖的获得者 让我真的是 不说是顶礼木败吧 至少是高山洋址真的 你像印度的泰国尔 你像英国的TS爱瑞特 就即便是 即便是后来的 这个已经是 整个人类社会都已经变左了 然后他们 就前些年的事情是吧 就平了一个这个是辛波斯卡 是吧 在中国出了一本书叫 万物静谋如迷 是一个诗人 他也有一种古典的精神 有一种人类的 这个传统的一种审美的力量 还是让我觉得这个美丽不可放物 那最近几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基本上就烂大街了 就是一个当代人类社会的一个 叫做什么 政治正确的一个 叫做运用文学了 真的 人类社会 诺贝尔文学奖 现在颁奖 已经是一个运用文学的一个表彰舞台了 也不知道 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会讲给谁 到时候讲了以后 颁布名单以后 我再骂一起 今天我们专门骂一骂自然科学物理学奖 为什么呢 因为物理学这个东西 它是一个科学 是吧 我们之前都这么想的 就是你人文类的东西 比如和平奖 比如文学奖 这个东西 你可以左 是吧 因为人类普遍是偏左的 只要涉及到思想 只要涉及到观念 人类时候都是偏左 都是左派 每个人都是左派 所以你诺贝尔和平奖 诺贝尔文学奖 你变成一个左派 你把和平奖搬给奥巴马 你把和平奖搬给这个什么 那个瑞典的那个小孩 知道吧 我都可以理解 因为你本来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左差 知道吧 我没什么好说的 是吧 我只能是 呵呵一笑就过去了 文学奖的话 我也可以理解 因为文学 它也是个意识形态的表征 也是一个观念的这么一个容器 我也能理解 但是没想到物理学奖 也变成了一个观念的容器 没有一点点科学的真相了 你想想你这个全球气候变化 或者全球气候变暖 这个东西是你人类的科学 有能力解决的吗 是不是 这个道理非常简单 这个世界上的气候 它肯定是有变化 这是毫无疑问的 毫无疑问的 但是人类真的有力量控制 或者改变人类的气候吗 人类真的通过一种复杂的数学模型 物理模型能够改变人类的气候吗 你怎么可能呢 是不是 人类没有那么大的能力 你再过一万年 人类也没有这么大的能力 你知道吗 你当下的问题 你用脚趾头想想 这个人类社会有很多的灾难 是不是 比如地震 比如火山爆发 是吧 比如海啸 是吧 我们就说这么几个东西吧 因为这是典型的自然现象 地震 海啸 火山爆发 你说你今天的人类科学 已经如此的发达 你有能力能够解决一个问题 让火山不爆发吗 把地球上所有的火山爆发的 这个现象把它去掉吗 你有能力让这个地球上 经常出现的海啸 一上来就淹死好多人的 这个海啸现象 把它完全解决掉吗 你有能力把这个世界上的 所有的地震 像是文川大地震 不要让它爆发 有这个能力吗 它显然没有吗 因为这些东西 它已经超出了人类的科学能力 这些个什么地震的火山 还有海啸 这些东西 相比于气候 那都是小意思了 因为它是局部现象 而人类的气候 它是个整体现象 我说的是靠直觉 如果物理学能够解决 人类的气候的变化的话 那只有一个前提 你必须要解决掉 就是人类的 就是包裹在地球四周的 这么薄薄的一层空气 是人类自己发明的 是人类自己创造的 那么如果你承认这个事情 周围的一层空气 为什么火星上没空气呢 为什么地球上有空气 那道理很简单了 因为地球上有人 人首先创造了空气 然后创造了自己 是不是 那你的确有解决空气气候变化的能力 否则你是没有这个能力的 这是个很荒诞的事情 是个很愚蠢的事情 是一个真的就是哈耶克讲的 就是致命的自负 自负到无知 自负到愚蠢 自负到无耻 就是这么一个现象 你说诺贝尔都难成啥样 为什么这样搞呢 搞成这样 而且他还振振有词 而且还是毫不脸红 真的就无耻 当然我们都知道了 因为他这些大型的全世界的联合性的机构 比如说联合国组织 比如说世界卫生组织 比如说欧盟 比如说世界教科文组织 就凡此种种的 我说过无数次的道理 有些人长期听我视频 你就知道我这个观点 都处在一个 所有的粮和都是人类罪的粮和 而不是人类的美的粮和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罪的 所有的罪人加起来一定干最大的罪 就这么简单 所以这叫直觉 如果你不承认 每个人都有罪 你就根本不要跟我讨论 你就爱干嘛干嘛去 我没有兴趣跟你讨论 所以你想想吧 他就变得这么无耻 所以这个东西他就配合了 今天我们在美国看到 我们每天吐水的一些事情 我今天有个朋友给我打电话 他美国的情况变得那么糟糕 他真的都不想说 就是太无耻了 是吧 就是太臭不要脸了 就是中国人讲的 就是已经完全把人的羞耻感 就放在一边了 就裸奔了 你知道吗 没想到是美国的政客裸奔 我们可以理解 因为政客本来就裸奔 是不是 黄金本来就没穿裤子 是吧 但是没想到的 这些个所谓的科学家 所谓诺贝尔 这个奖金的这些个老头子 也开始裸奔 也开始臭不要脸 也开始二有三无 有先有罪 无知无理无耻 而且还死不承认 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诺贝尔奖 这是我现在 一说这个事 我就特别来气 我刚才说了 我有两个专业吗 一个是过去的文学 现在基本上不搞文学了 还在写诗 但是不搞 没意思 第二个就经济学 那经济学这个东西 我们以前 你想想 像我开始学经济学的时候 我把经济学的教程念完了以后 我就开始关注经济学思想史 经济思想史里面 就有一批大脑 多比尔经济学家 获得着 比如说什么科斯 比如什么洛斯 像两思 对我的影响很大 比如阿玛迪亚森 比如卢卡斯 各种 知道吗 各种思 然后每一个人的知识体系 思想 知识储备 知识体系和思想境界 都让我这个什么 毛塞洞开 然后觉得他们真是聪明 而且能感觉到他们是 完全是在 亚当斯密之后的 经济学思想上的流变里面 然后每一个问题都是真面题 让我觉得真是 真是大开眼界 长知识 长智力 我一直到谁 一直到这个什么 克鲁哥曼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以后 我还是觉得这个经济学奖很牛逼 后来克鲁哥曼跑到中国去做演讲 赚出场费 然后去北大 去清华 然后我就去旁听 我听完了以后 我就知道 因为现在的经济学都已经完全被左派控制了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委员会已经是一群这个白左控制了 知道吧 你一点脾气都没有 人类在经济领域的理性自负已经到了人 到了这个经济学学科诞生以来最疯狂的时候 人类有一批经济学家试图去用他们的数学模型去 去计算这个人类社会的市场行为和经济行为 人变成了数据变成了机器 不再是一个什么上帝所造之人 所以经济学已经变成了一个致命的自负的学习 这个时候我才知道 我去为什么我过去读哈埃克 我觉得不明就你 或者觉得你没学到哈埃克 米塞斯 哈埃克有多了不起 后来我读完了以后 我把今天的经济学的这帮近况搞清楚以后 我才知道哈埃克 米塞斯 尤其是哈埃克 那真的是空谷足音 那真的是大因牺牲 真的是在人类集体堕落的时代 堕落的时代 出现了一个哈埃克喊出了最有常识的声音 然后我就突然觉得 真的是几千年才出一个哈埃克 但是又有什么暖用呢 没用 你看他没有 你看川普当总统以后 川普这个人 我可以说他就学了一点点经济学 他的理论肯定不是我 他更多的是一个对企业对经济的一个实操 他就凭尝试 凭直觉判断 就搞出了美国历史上最有效果的经济政策 结果遭到一流的268的世界一流的经济学 连绵反对川普的经济政策 排第一的发起者就是科鲁根曼 所以川普这个人也是得理不饶人 然后他搞了一个十大fake news 第一名你以为是纽约时报 你以为是CNN 你以为是华尔顿游 不是 第一名是科鲁根曼 是一个经济学家 你知道吗 就是这个今天的人类社会 对于荒诞疯狂到 这个理性自负到致命的程度 所以我们今天所生活的这个时代 是一个人类集体疯狂的时代 而集体疯狂里面派大头阵的 就是这些一个知识分子 就是个诺贝尔 所谓的这个奖那个奖的委员会 我们真的 我还是那句话 你在文学这个奖里面搞妖娃子 你在这个和平奖里面搞妖娃子 我根本就一点兴趣都没有 我看你眼我就输了 但是你在物理学 你在医学上面 你搞妖娃子 我不知道今年的医学奖 会不会会不搞妖娃子 回头我们再看看 反正我觉得挺有趣的 这是个极其极其荒诞的时代 是一个知识分子 集体作恶的时代 今天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 经济学这块 就只有一个人还在顽强的坚守尝识 就是美国那个黑人经济学家 我之前也跟大家推荐过的 这个叫做什么 索维尔 托马斯索维尔 一定要看看他 那个老人家年纪年时已高 好像90岁了吧 他说过一句话让我真的是 我真的是流眼泪了 他说美国正在不可抑制的走向毁灭 将会有人类完全无法接受的残酷的事实 来到人类社会 我替人类社会感到悲哀 但是我很庆幸的是 我很快就要离开这个世界 90多岁的人 马上就要死的人 是不是 说不定连天就走了 他说 为什么庆幸的人 因为我可能看不到 我可能无法参与这样的巨大的动荡 我可能无法体会到那样 巨大的灾难来临 是每个人惊慌失措的那种图景 所以我为自己感到很幸运 因为我即将离开这个世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